欢迎来到我频道 之前有小伙伴问 他们的TrustWallet里面的TerraLuna 能不能获得这次Terra2.0升级的新Luna的空头 以及怎么样看到他们的原先的Luna变成新的LunaSea 那这边我再回答一下 现在基本上只有在Terra的官方的钱包里面 以及各大交易所里面 支持了执行了变更原先的Luna变成Luna经典的这样一个动作以外 那一些APP的钱包以及热钱包 它没有这么及时去更改它的APP 它没有将原先的TrustWallet或者SafePol里面的Luna变更为LUNC 那也就是说它也无法看到新获得的空头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我跟这些观众也说了 这个是不用着急的 因为它现在TrustWallet以及SafePol等热钱包 它没有支持到新Luna的显示 但是这个链上数据是不可更改的 那你只要符合攻击前持有Luna或者AUST 或者攻击后在新链上线之前 在5月28号UTC时间的6点钟之前 是持有的LUNC或者UST的 都将会按照这个比例获得空头 你是不需要其他的任何操作 你也不需要去申领获得空头 你只要符合资格 你原先的Terra链的钱包的不同的链路上面 比如说Terra2.0和Terra经典这两条链路上面 都相应的能够收到实际比例的新Luna的空头 我也有一个TrustWallet钱包 这里面有500个LUNA就是LUNA 但其实它是LUNA C 因为APP的钱包也好 SafePort的冷钱包或者其他的冷钱包 没有做系统的升级 它还没有将原先这里面的LUNA 识别为LUNA C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已经是我们现实链上 以及币安里面的LUNC 就是LUNA经典 我们要怎么样看到我真正的新的LUNA 是空头了多少给我 我们就需要我们点击一下 看一下接收 这个接收其实是一个Terra 开头的这个地址 它既是TerraLUNA经典的钱包地址 也是新LUNA的钱包地址 这是一样的 只是它链路不同而已 我这边再重复一下 我们再点击设置这里 钱包这里 我的多币总钱包 我们要显示这个助记词 我们点击一下显示助记词 好这边它要我们明确三点 如果丢弃助记词 我的资产家永远丢失 你不能向任何人公开和分享我的助记词 你的资产可能会被盗 还有保护助记词的安全的责任 在我三点都明确确认之后 我们点击继续 它会将我现在的 TrustWallet的整个一个钱包的助记词 显示出来 我可以将这个助记词导入到 我们需要打开Terra首页 点击Learn 你可以点击谷歌浏览器的插件 我之前有一期影片 教大家怎么样来装 谷歌浏览器的Terra的钱包 装好之后 你就会有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就需要增加一个钱包 我们是不是增加一个新的钱包 并不是 我们是recover一个wallet 就是恢复一个钱包地址 好 这边我们可以再输入一个新的名字 比如说TrustWallet 要将我们TrustWallet的助记词 每一个助记词之间用英文空格来连接 最后我们全部输完之后 提交这个submit 好 接着就看到了和我们手机里面的 TrustWallet里面的钱包地址是同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址是mk开结尾的 这边也是mk结尾 也就是将我们原先的助记词 管理的TrustWallet的钱包 导入到了我们stationmemory的 官方钱包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unaSea 我们怎么看到我们空头的Luna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齿轮 切换到mainnet组网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我的页面上就显示了 Terra2.0 这边就变成了Luna是0 但为什么是0 因为我TrustWallet里面原先是没有旧的Luna 我原先那个旧的Luna是为了演示 我是在新Luna上线之后转入的 当然是没有空头的 那个500其实是Luna经典里面的LUNC 但是在TrustWallet里面 仍旧显示是LUNA 因为它还没有做系统的更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APP的钱包 还有SafePol 还有一些其他的冷钱包 现在他们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拿到的LUNC的空头 然后他们看到的人就是LUNA 但其实现在在币安交易所里面 LUNA对USD的价格是9.5美金 但这边TrustWallet里面的显示500个Luna 只有0.05美金 这个大家不要觉得一下子发了大财了 在TrustWallet里面显示的Luna和SafePol显示的Luna 是指原先的Luna是旧Luna应该是LUNC是Luna经典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明确 我们用TrustWallet导过来管理的Terra钱包 可以通过切换网络的形式来切换到Terra2.0 看到你应该得到的LUNA的空头是多少 好 那么它的换算还是比较复杂的 币安根据攻击前的一个AUC 对应了多少个新的LUNA 还有攻击前的一个LUNC对应了多少一个新的LUNA 还有攻击后的一个USTC获得了0.02个LUNA 攻击后的一个LUNC获得了0.0000这么多的LUNA 这张图就比较清楚的 你在什么时间持有的什么资产 能够获得新的LUNA 大概是几个 攻击前攻击后是以这个时间5月7日的23点 这个时间点来分割 这部分是攻击前后面这部分是攻击后 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自己属于哪一个部分的什么资产 换算一下大概能够获得多少个LUNA空头 我这边再重申一下 空头是不需要去申领的 你只要原先的钱包的资产是Terra开头的钱包地址 你就无条件的获得了 你也不是能够获得 你是无条件的已经获得了 就是在你的这条链路上面 你的钱包的管理设备 只要是支持Terra2.0的链和Terra经典的链 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资产 可以通过我们以前影片当中说过的 将这些资产转移到我们的交易所里面 进行资产的变现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 为了拿这个空头 将我们冷钱包里面的注记词 导入到一个热钱包里面 这是我不太建议做的一件事情 这就完全失去了SavePow 或者其他冷钱包 这个私要离线的一个最重要的安全性的考量 当然TrustWallet它的注记词 也是管理了它多币种钱包 这个注记词不仅管理我们TrustWallet 下面的Terra的资产 还管理的其他的比特币 以太坊等所有的资产 都是用同一个注记词来管理的 所以我强烈不建议大家去 将冷钱包或者TrustWallet的钱包 注记词导入到另外的热钱包里面 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充分的理解到一个钱包的注记词 可以导入到另外一个钱包的里面去看到 它所关于的资产 我们了解到这个知识点 比获取到这一点点空头来的意义更加重大 通过这个知识点 我们可以非常好的理解 如果一个冷钱包坏了 这个厂商倒闭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同样支持BIP39的注记词的 这条协议的标准导入到另外一个钱包里面 同样可以管理我们的资产 有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可能专门做影片给大家来实地操作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长期关注 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一下内容 还有很多人问我有哪些教育所比较好 如果你是做合约的话 首先就是这个BIP的教育所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插针 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充值返利的活动 对于新手来说 正好可以用免费送的提案金 来充当一下学费 体验一下整个的一个交易过程 注册的时候可以填写邀请码 那你在影片的下方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链接来注册 那你通过这个链接注册 填写邀请码之后 通常会比直接去注册 会有额外的福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全部内容 感谢你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吧